在《逃犯條例》的修訂 以及在這個內地的司法程序 對香港的人在內地生活過的影響 是應該作出什麼司法程度上的更改 制度上的改良 一向都是很關注 回歸後22年 有一方面特區政府一直都沒有有機會做的 就是將一國之間 先不要說其它國家 在一國的概念之下 一國兩制 你在一國裡面有四個地區 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 不管民進黨政府怎麼看 總之我們國家的四個不同的制度的地方 大家一國之間 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這就是先決的一個原則 就是不可能在一個國家裡面 不管一個國家裡面的不同的地區上的司法制度的差異 不管它有這個差異的存在 加拿大一個不是 一國兩制不是我們最早的 加拿大就比我們更早的 它兩個制度很不同的 我們最早的語言 文化都是中國人 一邊是講法文的 一邊是講英文的 一邊是普通法 一邊是大陸法的 差異重大 但是人家都可以 一定有一個逃犯 遣交的制度 不可能一國之間 在一個國家裡面 不同的地方 是可以 被逃犯可以躲起來的 是妄視法律的 大家都是這樣 我來這裡做安 回到這裡居留 不可能的事 你講例子哪個國家有的 一個國家 現在不是講國與國之間 對吧 一個國家 怎麼可以有這樣的情況 沒有可能的 如果這個司法制度有差異 第一 尊重有一個差異 怎麼可以有一個兩制 有差異才有兩個制度 對吧 那你兩個制度的差異 大家 河水不犯井水 大家在大家領域 大家的區域之內 生活行為 那就是河水不犯井水 但是如果有時候河水過了井水道生活 去那裏讀書 去那裏做事 去那裏旅遊 犯了案 他就回來香港 當他不知道回來香港也好 自己犯了案 或者你知了欠 棄保圖也行 你這個畏罪圖也行 你回來香港 你怎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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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處理的 是吧 這個 這個 處理的方案 就不是說 我 我覺得你這個司法制度 我看不起 我不是很喜歡 是吧 所以 我在這裏犯法 我就不需要付出代價 這個 這個 對中國 14億人口來講 為了國家統一 對香港 特區 在國家上 給你這麽大的支持 是吧 特別 什麽都是 港澳人士 處理已經很優先 又不用你給國家稅 又不用你給國家稅 又不用給國家軍費 你有災難 他又要支持你 你來我那裏做案 就不需要付出代價 因為你看不起我的司法制度 這個 不要說一國之內 國與國之間都不是這樣的對待 是吧 這個不是一個 你要尊重 大家文化 這個不同國家 語言文化 教育方面有差異 尊重了才可以有一個 就是 協調的空間 是吧 比如說 一一套 普通化的司法 慣例 我們才可以移交的 就是用回我們的準則 是吧 這件事 你都要有建設性去做的 不只是說 你在香港 你在香港 你設多少關卡 你減多少條案都好 你怎樣都不是審訊的地方 你明白嗎 香港不是審訊的地方 是吧 你要處理這件事 你要不要治標不治本 你不可以說 唯一的辦法就是 我是永遠都逃亡的 香港政府 永遠不要現在的法 這個在政治上 法律上 道德上 香港的觀念 是沒有人會接受的 香港 淪為一個 就是crime haven 刑事避難所 犯罪悲爆的地方 不是這樣 對我們國際形象都不會好的 對我們的法治都不會好的 所以你要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看一下 現在 可不可以 第一 改善 香港人 因為他工作方面也好 教育方面也好 家庭方面也好 旅遊方面也好 要去內地 而發生了事 可不可以大家面對他 不要只是魔鬼化 他魔鬼化了 那這幫人怎樣 你又魔鬼化 那那幫人就活該他 都要為他想一套 公平的司法制度 去爭取 一個一國兩制之間的空間 是吧 我覺得中央政府 我做了 這麼多屆政協 我和他們的交往 我覺得中央政府 是絕對對香港 澳門的同胞 在內地 遭遇 司法的不公平等待 對待 他是一定會正視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那盞燈最光的 你們香港那個 那個 傳媒的新聞的空間 多大 說你一個香港人出市 哇 賣通街啦 全國際都知道啦 吹光了 是吧 對不對 是吧 你看看那個層次去到多高 一說中央就在那裡 哇 香港啊 壓迫人啊 抓人啊 老實說 去內地的官員 聽聞 我們港人 他都害怕 是吧 所以這件事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 高透明度 是我們要求的一件事 這個可以跟 是吧 中央大陸方面的 司法機構 是很合理的要求 對不對 我們不是要求你 對我特別對待 但是因為我們不是 我舉證都難啦 在內地 是吧 不要說探視通報 那些再講的那些權利 我 我 我怎樣維護自己啊 我程序都不知道怎樣 人都找不到那怎麼辦啊 不要說 不要說他辯護自己啦 是吧 所以要一個 高透明度 因為內地的法律 是 都有保障的 不是沒有保障 問題 執法方面 是有問題 是吧 兩院報告都說有問題 是吧 所以 永遠都在 改進著 全面 依法治國 是絕對是個好機會 中國 這麼多千年來 現在 中國 是 今天 是最少貪污的時候 人民老百姓 的福利和公義 是在最高水平的時候 這五千年來 絕對是 走的方向是對 全面以法治國 是 但是你不喜歡中國特色社會 你就有兩制咯 但是全面以法治國 是 是 誰都要跟憲法 是吧 誰都要跟憲法 是吧 所以 你以法治國 就要法治文化 你要推動 法治文化推動 就是要高透明度 民主監督要有效 現在 今天 中國的社會 我可以夠膽說 還有 這麼明目張膽的貪污事件 去影響司法的工整 去賄賂法官 今天的中港 在監督委員下 所有政府部門人員 司法 全部包括在內 已經在一個很大的探誓燈照著 如果你將一國兩制人的待遇 再放在一盞燈下面 可能 你覺得有時候會不會那個待遇 你會去到一個非常合理的程度 所以我意思是 我們要追求的就是這件事 你跟中央政府 你跟整個 一國之下 大陸那個地方 整個大灣區 九個城市的發展 你一定要融合 你一定要融合 這種司法制度的差異 一定要將它協調 一定要將它建設性的解決 一定可以的 但如果你一開始就魔鬼化它 我看不起你魔鬼化你 沒有可能會有一個 一個建設性的解決方案的 你根本都不想去尋求這個方案 所以我們 中芯 我也有機會跟這個 保安局長李家超 他真是很有誠意去聽 我那時候跟他說我的看法 我覺得他現在的做法 我覺得他做得遲了 但是 還沒做得夠 不是單單這一條 修改條例就可以解決所有事情 這個是事情一部分的環節 事情的環節一開始就是內地 香港人在內地 犯了法 已經開始 要照顧的了 你不理它 你只是理 逃回來香港的那些 幾下 一人 也沒有 叫做太陽下的症 Raw 和 他跟局長說這個通報機制好像不是很完善 因為為什麼不是很完善呢?很簡單 特區政府沒有代表在中央政府或者在其他省市都好 是有代表去處理香港人接受司法調查或者是強制措施 接受應該的政府的協助 你一個不是中國公盟都有了 剛剛你一個外國人在內地一犯了就一定有大使館、領事館、藥 我現在不要說探視啊 先說通報先 你通報給誰聽呢? 我就跟局長說很多次了 我說你應該基本法22條下面就應該駐京辦 駐京辦不是一個商務組織 不是招商的 不是其他的trade office 駐京辦是講明中央和特區關係的 應該做這件事 可能現在的資源的調配啊 和你現在的工作範疇好像不同了 但是絕對我覺得這個機構 這個用公帑的機構在那裡的性質就是處理這些案件 這個是特區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你一駐京辦不是只照顧香港官員去北京開會的時候才照顧他們 這個不對 不夠的 這個 另外呢就是 香港人 在內地 拘捕一下 他要通知 尤其是被人扣留的 通知呢 是要告訴你 扣留在哪裏最重要 犯了什麼案 哪個機構 是嗎 是稅務局啊 緝司署啊 還是反貪庫啊 還是 好 跟著呢就是 他們要通報 省私裏面的廣告辦單位 或者直接去國務院廣告辦 這一個呢 具體的層次可以再調教 總之舉報到要廣告辦呢 好了 那講到 你 你 要聽別的 停一停 我們兩會間 我就在那裏做的事情 不是因為逃犯條例 這次兩會 我給了你們 在政府工作報告 和兩院報告 我提出關於怎樣要對港澳同胞在內地犯法的案件 怎樣要對它一個適當的處理 是符合一個兩制的框架的處理 讓香港的家人知道它在哪裏 還有我們香港的人大和政協要作民主監督 大家不知道那裏法院的操作是接受人大和政協的監督的 我亦都提出我們香港的資深的專業人士 尤其是法律界的做了政協人大 是可以自願去參與這個法院監督工作 尤其是涉及港澳人士的案件 這個肯定增高它的透明度 肯定幫助香港人解決他們的心魔 有不妥的就拿出來看 拿出來說 評論 伸冤 行使法律的力量 是吧 現在我們國家正在走的就是這個方向 另外呢 就是好了 今天一跳一跳講到 逃犯 這個現在的條例了 因為剛剛我們香港這件事呢 就同時也都 保安局長就出來關於諮詢 關於這個法律的漏洞 是 我這個真是對他說的公道說話 已經遲了 這個已經遲了 這個已經遲了 沒有可能 這個二十二年後呢 還是只有二十個國家簽的 根本事實上 你肯簽別人都未必一定這麼積極跟你簽 所以這些事情呢 很多政治 外交很多理由 就是有時間搞 那你現在的所謂個別案件處理式呢 不是現在我們保安局長發明的喔 它現在這個是很多普通法 英國都有的 英國最近的案例就是和台灣 也是個別移交的申請 但是你看英國個案裡面 你看到呢 你批評這件事之前 你先看清楚 它這件事的範圍 性質是怎樣 有幾好有幾不好 才作出一個判斷去踩它 你看一下那個 現在所謂一次過的條例 它現在香港的性質跟英國那個 你看英國的法庭的處理手段 你看得到的 香港法院可以借鏡 普通法治沒有 英國 是嗎 它可以在那個 那個 雖然它審不到這件案 但是它可以確保 它絕對是確保 那個移交犯人的法律權力 人身安全的保障 還有去 盡量確保它受到公平的司法的制裁 因為說來講 它們最重要的是 高透明度說 開盞燈照著它 你一開始 我要這個人已經開盞燈了 你說它強行來 就算當你對 對那些執法人員 對那些執法人員 有這樣的悲觀態度 它是強行來的 最多就是來一次 因為你一送到去大羅打 大家估送進去的 大家跟著去看的 跟著你就變相 將它政治 說就說是 偷東西 跟著就是政治處理 喂 你做得多少件啊 你都不是當香港的法庭 Lulu吧 特區政府 真是Lulu 對不對 對不對 你這個 一次這個很高 很高透明度的 國際性主義 遣返 絕對是 對不對 怎麼會有一個制度性的長期濫用 沒有可能的事來的 說明一次過 下次就不會再處理你了 是不是 那麼它都有適當情況之下 才會做這一次的個案的 是不是 要明白這個 現在不是一個 這個不是一個常設機制來的 是不是 罵都罵到 記得在罵什麼東西才行 這個不是常設的 是不是 就是 不是 你隨時一個之後 你可以繼續 NO 不理你 是嗎 那你現在這個 那你 好了 你說現在呢 逃犯呢 你要再想清楚 我現在講的是 這一步 是我說的 港澳同胞在內地犯了案之後 發生的不同事 怎麼去確保 他們的人身安全 他們的應有的法律權力 就是什麼呢 一方面就是 哦 他在內地抓了被人扣留了 我說到 通暴機制 我還沒講 就還沒講探視權的東西 那現在跳一跳 因為同事 當這個人 沒有被扣留的 他通緝他 但他已經走了 回到香港 現在就講這個情況 現在逃犯 好了 那第一步是什麼呢 哦 第一步是犯什麼案 那現在就在爭拗這些 我不講這個表裡面的東西了 但最重要是嚴重案先 那我也都跟局長 當時反映過 我看他都是接納我這個看法 就是我至少在香港 在普通法之下 叫做indictable offense 就是不是裁判處處理的案件 indictable offense 以前是英國 就是照案陪審團處理的案件 那就是香港變成區域 或者高院處理的刑事案件 那一定判刑呢 是那個判刑可以判到七年以上 在區域法院 那通常 就是裁判處去到一兩年而已 所以這個叫做可以公訴的 indictable就是可以公訴的罪行 那我看到這一次 局長拿過三年那個機制 也都是 我樂意看到他接納這個看法 就是第一 限於嚴重性的案件 是跟香港的法例 或者這種案 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人這樣的背景之下 會判多少年的 好 另外就是 那個機制要怎樣 你現在不相信他的機制 你現在不是說 香港現在就算反對派 不是說 我們是要包庇香港人犯法 不是的 他說這個制度不怎樣 不是說他犯法是對的 香港人去大陸犯法應該的 不是這樣看的 是不用責任的 你喜歡犯什麼案 不是這個意思 他意思就是說 怎樣令到他受到一個 公平的司法的待遇 那你公平的司法的待遇 第一件事就是 他現在這件事 是要送到 一件事 你好像香港 自從 我執業這麼久 香港警察也好 執法機構 他用嚴刑逼供 我們刑事律師說 很多都是招公子的 不用作調查的 迫到你 鎖到你招為止 或者打到你招為止 以前很多 有這樣的例件 在案件上 直接有發生 有些招公子 是打出來的 或者是非自願的 現在的做法 什麼都是有監督的 現在的做法 為什麼有效呢 就是叫做一定要有監督的 司法程序裏 你司法程序有監督 最重要的監督就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 不要在那裏調查你的人 是沒有网管 那就是說你一定要通報 做廣告板 如果你說我要在香港 我要這個人 你給我拉他回來 移送回來的 好 我麻煩你 第一 因為一國兩制 你要去高層次 是吧 因為你不可以 省和港之間 我們都沒有什麼 協議當然是中央的 你去到中央 但我覺得國務院都不夠 因為你執法當然是國務院部分 公安 我現在講的是兩院 看建安去到哪裏 如果建安已經出了 省裏面出了第部令 那你要去到檢察院那裏 高檢就對了 因為它港澳人士 就不是去省的檢察院 高檢肯定會有一個港澳的 辦事處 那就是為了做遞交的 申請的 遞交的 在那裏 它就要 要立案了 要看你的證據齊 它要照一次 它說齊了 才可以出個 我們叫做司法通報令 第部令 為什麼呢 高檢和高院 市民可以有權進去 這個 這個不是調查 不是說 喂 調查技巧你不要走過來 不是 這個是一定要對老百姓交代的 機構 還有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如果 那個院已經立案送到法院 就去最高人民法院 他由楷地兩院 最高兩院其中一個 要出一個 叫做司法第部令 之後 回到國務院港澳辦 作國正式申請 這個 這個 司法的第部令 那就是解決了 我講 就是 換言之下 我不想再講那些什麼 現在他說 大理書公說 現在那些 證據沒有過司法的 Certification 叫做什麼 認證 是的 司法認證 我現在不是要證據的 我要證據和它的程序 就是 都送到去 中國法律下的高檢和高院 全部司法的陽光底下 就不是執法那邊 從那裡 去到 港澳辦 覺得齊了 作個申請 去特區政府 那裡不說了 那裡 那裡就知道 現在的修改條例的 步驟 但是 在這個步驟之中 也要考慮到 這個 逃犯移交條例的申請 是對被告人 大家要明白 是最大的約束的 還有 對他的人身自由是最大的打擊的 為什麼呢 九成九的案件不給擔保 因為外國政府就說 他走來這裡 你還給擔保 他就去別處 一定不給擔保 尤其是證據未到 他說現在逃犯條裡面 他還是 繁船時代 六十日九十日後 那些證據才到 他未到之前 就先鎖九十日 說大哥 一個好人好者 證據都不知道 還未見的 鎖九十日 所以我現在要求 我和局長都講過 他跟進一下 如果這個條例 他想通過 希望他跟進一下 就是說 在他的保障方面 來到 不只是說 喂 法庭和我把關 等等 法庭把關 他都有點有限的 譬如說 這個擔保 所以我要求他要提名 在立法過程 這個特區政府要提名 說 如果這個案件 證據未到 法庭是有權 給他擔保 是跟同類的案件 在香港發生 可以做 我可以做 不能做 要做 他們 把這個可能性 不太太 對 不太太 其實 沒有 他 都跟從 他們不會做 那個法庭 在香港 除非是你戶口的東西 所以最重要就是維護你的不會棄保逃亡 就應該給你擔保 這個要處理的 因為你不給你擔保 壓力就很大 給了他擔保之後 另外我們講到 大家都聽過 昨天和今天說什麼 我們刑事叫做表面證據 這個法庭要看 這些證據應該 因為他經兩院的逮捕令出 應該的證據就是由兩院審批過 送到香港 從香港政府交給香港法院 由於政司交給香港法院 這個證據裡面就解決了 你所謂的司法確認那件事 整個程序都要由那邊出號碼 就是我的意思 有個Case號碼 要是最高人民檢察院 要是最高人民法院 這些是我們在這裏 我們做過一行就是這件事 所以我們很清楚這個做法 應該有這些改善 這個改善到的 這個改善我在這裏 要是改善每個兩位 那這裏 因為我們有這些改善 所以我們都會發出 他們的改善 我們這些改善 但是這裏 這樣我們都先有一個改善 調查裏面有貪污、很不公平 是有一個干預司法公正的東西的 你立刻可以找人去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檢察院 提供 相管齊下 香港是要將人送回去 它不是處理那個案件裏面的 你不只是說遞交回去 你那件案件都要處理 不是啊 我有十個證人 沒有這件事 你快點去看這個錄影帶 你那裏先做 不用在這裏 fight 到你真的要移送回去之後 你至少那裏的公平審訊就上了軌道 所以跟著我們就要求 如果香港法庭發出第部令之後 這個犯人是移交了去內地受審呢 他應該享有即時的探視權和律師代表權 符合中國法律 這方面當然就是我們做人大政協全國的職責 是不是就要作出民主監督 這些東西我們也希望起到作用了 另外我再要求 我們中心再要求 這個案件現在在內地之後 既然已經有了最高人民檢察院 或者人民最高法院的number 那就應該由他們去處理 要是由他們直接審訊 要是有些特別的case 或者是海事法律 或者是這個緝司法律 或者是稅部 或者是有個專門法院 但是他需要監督 就是這件案件總之由最高人民法院監督 是不是 那你將你的港澳人士在內地 這個司法程序 由你現在覺得很不公平待遇 將它反過來 受到裏面的制裏面最高的待遇 但是最高的待遇 不是代表你說你對它有沒有信心 我高都不信 不是 是一盞燈下 大家有眼有目共睹 那麼 在這個審訊過程之下 除了一定要跟蹤中國法律的司法程序的所有保障 所以你現在政府的大這個法律 都很重要 就是這一盒 但是假設這個大這個法律 一定要跟蹤我們的原則 就是香港的 那就是我現在的 這個法律 給我的研究 那然後 你現在還在這裏 但是這個調查 其實他其實已經先上了 先上去 那裏 就是很多美國人 如果然後 那裏 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 我們做政協人大都去做這個工作 就是要求香港的中國公民 香港的永久居民在內地要復營 學其他普通法國家的制度 可以回到它自己區域復營 美國很多州都是這樣 適當的case 為什麼不去爭取這些東西呢 現在一直要看著現在的那些 因為香港人都知道 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香港這麼多人頭下這麼多代 一定要融合國家的發展 你要一個正面的處理方法才可以 已經因為一國兩制講明是特別 來這個待遇香港人士 明白你們是一國兩制之間 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和空間 是吧 量刑方面也都應該有個作用 這些就是要爭取的東西 是吧 社會不理香港社會 大陸社會 你prefer 哪一個都好 都是每天都在改變的 不要看死 不要看死一個社會和它的制度 是吧 所以你們看到我這裡 也都是在兩院報告裡 在兩院代表 現在真的開會很積極 兩院的代表來聽取意見 裡面我不是只是說 港澳同胞的待遇 要接受這個特別的監管 尤其是這個 在內地自己現有那個調查的制度 也都要 就進行改良 這個不多說了 所以我們覺得 最重要我覺得現在是 特區政府要承諾 香港社會 它這個現在條犯的修例 是一個大的 在內地的司法程序 尤其是在刑事方面 是應該要處理的事件上 它是作出一系列的改良 是維護香港人 在內地 犯了它的司法的程序 的強制措施的事件 或者犯了它的刑法 是應該有的保障和待遇 尤其是因為它是 不同的制度的中國公民 這件事一系列的改進 是已經過了時 所以 好像剛才所說 由出事那個時候 到復營 都要香港特區政府 對香港社會 有一個交代 怎樣去處理這件事